今天不养生,明天养医生 大家好,这里是养之道 我是你们的朋友阿芝 都说女人心,海底针 对于男人而言 女人的心思是真的很难琢磨 而很多女人也是非常难追求 一不小心就会踩雷 结果往往是付出了很多 却还没有结果 女人是最喜欢口是心非的生物 她们往往看起来坚强 嘴上也说着不需要男人 但实际上在很多时候 她们都非常需要男人的帮助和陪伴 如果想要打动一个女人的心 那么首要的就是先了解她们的需求 现代女性确实非常独立 她们在大多数时候都能够自己解决问题 但即便再厉害的女人 也有力不从心的时候 所以她们在某些阶段非常需要男人的帮助 那么女人在什么时候最需要男人呢? 我们来看看三位女士的字数 一 三个女人的字数 一 两女士 单身太久的时候 单身太久了 我就需要男人了 因为我是一个很容易寂寞的女人 我必须承认 我是非常需要男人的 一个男人如果能够让我依赖 那我是非常开心的 在男人身边 我才有安全感 不然我会感觉很不自在 偶然的单身 我不觉得有什么 但是空窗期太久 我就受不了 甚至会主动找男人 二 霍女士 遇到困难的时候 平时我觉得自己就是女强人 并不觉得跟男人在一起有什么好处 但是真的让我遇到了困难 我就觉得身边还是有男人好 遇到困难的时候 我会感觉到男人对我是一种支撑的作用 就是让我心里有底 不管女人外表多强大 内心还是很需要男人的 因为女人都是渴望一个肩膀来依靠的 三 雷女士 家里催婚的时候 我自己感觉还好 不是很急着找男人 但是我家里人受不了 我今年28岁了 还没有男朋友 家里人就会觉得很着急 然后认为我是不务正业 在他们看来 找男友比事业重要 所以我也很无奈 家里催婚的时候 我压力很大 甚至想随便找个男人算了 从以上三位女士的字数来看 当女人感觉到寂寞 当女人遇到困难 当女人感受到身边人的压力 往往都会很容易地想起找一个支撑 而这个可以依赖的对象就是男人 这个时候男人追求他 往往是事半功倍 也就是我们经常说的 趁虚而入 我给大家总结了三个 女人最需要男人的时期 大家接着往下看 二 女人最需要男人的三个时期 一 低谷阶段 每个人都会经历低谷期 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顺利地度过低谷期 因为在低谷期时 有没有人帮忙和陪伴 将会对一个人有着深远的影响 有些人经过低谷期后 会完全蜕变 拥有更加强大的能力 以及更好的未来 但有些人在经历低谷期之后 却会落下一生都难以抹出的阴影和伤害 这会对他们的人生 造成极其深远的影响 特别是对于女人来说 低谷期是格外可怕的 因为相比于男人 女人会更加脆弱以及敏感 当他们遇到低谷期时 烦恼会充斥满他们的思想与心灵 让他们每天不胜烦扰 女人心思细腻本是优点 但在低谷期时 这种优点却很有可能是他们致命的缺点 因为心思细腻 就等同于会把事情深入思考 本来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很容易会被他们给弄复杂 而在低谷期里 各种烦心事自然不会少 若这时他们再把烦恼都深化去思考 那么很有可能就会将这些烦恼扩大化 最终导致自己深陷其中 无法自拔 所以当女人陷入低谷期时 便是最需要男人的时候 因为这时候 若有一个人能在他们身边帮忙 安慰以及陪伴的话 他们会更加轻易度过这个时期 因此若想得到一个女人的心 最重要的就是懂得什么时候 才是他们最需要你的时候 只要你能在他们最需要的时候 陪伴在他们身边 那么他们必定会终身感激你 除了低谷阶段外 人还有迷茫阶段 低谷与迷茫的区别是 前者是被迫地进入某种困难境地 比如人际关系 社会因素等方面都有可能 而后者则大多是自主陷入的困境 所谓的迷茫 大概的含义就是 在某个阶段 会因为某些原因 而陷入自我的怀疑 不知道自己存在的意义 以及未来的道路该往哪儿走 这种阶段往往会困扰人很长一段时间 直到他们想通 才会彻底摆脱 而在这种时候 最需要的就是有人能指点迷惊 女人由于心思敏感 以及多虑的特性 所以他们处于迷茫期的时间 会比男人更长 若在这种阶段 没有一个人陪伴他 开导他 那么他们将会十分痛苦地 度过这漫长的时间 甚至最终 有可能因为无法自主摆脱这种困境 而陷入另一种严重的困境之中 女人在迷茫阶段 是最需要男人的 在这个时候 不管男人能不能为他们指点迷惊 能不能马上将他们带出困境 男人只要给予他们陪伴和开导 就会让他们更容易发现自己的价值 以及明白自己未来要走的道路 而且女人天生就没有安全感 在迷茫阶段 这种状态更是明显 而男人的出现 陪伴 则会给他们想要的安全感 一旦有了安全感 他们就能更轻易走出当前的困境 重获新生 所以如果男人心疼一个女人 就一定要明白 她在什么时候特别需要你 而在这个阶段 你就应该全心全意地去为她付出 这样才是真正的对她好 三 病痛阶段 无论是谁都要尽力生老病死 所以生病是每一个人都在所难免的一件事 当人生病时 痛苦的不仅仅只有身体 同时心情也会变得无比糟糕 在生病期间 我们不仅会拥有无尽的烦恼 同时还会感觉到 非常的孤单与寂寞 在这种时候 最需要别人的关心 以及陪伴 而女人就更是如此 因为她们始终比男人更脆弱 这种脆弱是来自心灵深处的 她们平时也许非常独立 也许也拥有很强大的本事和能力 但仍然无法改变她们内心脆弱的事实 不管多么强势的女人 都希望被人关心和爱护 特别是在生病阶段 就更希望能有人陪在身边 而不是自己一个人面对困难 男人应该懂得 她们在什么时候最需要你 然后一定要在这些时候陪着她们 这样才会真正获得她们的认可 以上这三种阶段 就是女人最需要男人的时候 你知道了吗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视频 并且让你深有感触 可以分享给身边的人哦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我们下期节目